神的话语记载在西伯来书四章12到16节 西伯来书四章12到16节 西伯来书四章12节 神的道是活过的,是有功效的,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甚至魂于灵,补节与补随都能自入,抹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 13节,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 都是赤露敞开的 14节,我们既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时定所承认到 15节,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,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16节,所以我们既管坦然无距离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愿神的话语,是有所有弟兄姐妹们 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领域圈传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